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再做一个IT的视频 什么内容 看我的画面 DPIN 深度操作系统15.9 什么意思 是这样 最近我看到一个新闻 就是说 有一款国产的Linux桌面系统 非常的好用 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我想我既然是用了Linux也十来年的时间 既然有这么一款非常好用的 而且还是国产的桌面系统 那么我非常想下载 咱们一起来应用一下 是这样 因为我用Linux时间比较长 其实我用的Ubuntu时间比较长 我一直感觉Linux桌面系统 用Ubuntu做是比较好的 但是还是不如Mac和Windows 如果这一款操作系统 能够超过 咱比如说超过Windows、Mac 它超过Ubuntu 我都想用它 那么咱们今天就借这个时间 这个机会 咱们下载去安装一个 Dubin深度操作系统 看看咱们这款国产的Linux桌面操作系统 怎么样使用的 方便不方便 好 这个是它的官网 最新的新闻咱们不看 咱们在这个地方有一个下载 然后最新版本 点完之后 这地方它提供官方下载 它提供的是ISO的下载 我已经把它下载 然后我本地已经搭建好了一个虚拟机 咱们就从安装开始 咱们看一下操作系统 整个的安装过程 以及使用方法 好 那咱们马上开始 我对Linux比较感兴趣 所以说我提前做好了虚拟机 咱们先也少叙 这个是安装了它刚刚的ISO之后 出现的引导菜单 目前是英文 当然它肯定这是多语言 对吧 咱们先也少叙 马上安装 选第一个安装 Go 我以前给您安装过Ubuntu的桌面 其实那个桌面怎么说 还是不如Windows 不如Mac 10那么方便 最方便的是Windows 对吧 如果能为一款Linux桌面使用的特别方便 便于咱们开发 同时还是国产 那咱们为什么不用呢 对不对 好 咱们先也少叙 马上开始 看安装的速度怎么样 是这样 我现在这个虚拟机 我分配的是20G的硬盘 然后是4G的内存 估计咱们安装一般的Linux肯定是足够了 我看一下 选择语言 咱们自不必说 我看看 这个花花语言也都支持 咱们直接选简体中文 然后下一步 我看 这用户协议 咱们需要同意 把这个用户协议拉到最下边出来 然后咱们选择同意 安装 有型提示 检测到您正在使用虚拟机 对 它怎么知道的 在虚拟机下会影响性 这个影响性能和体验 这个我知道 为了让您更流畅 建议您在真实环境下安装 如果您好用 我肯定在真实环境下安装一个 因为我有很多老的本机 所以说如果能装Linux 我还是愿意装 好 咱们不装了 继续安装 Go 用户名 我叫小马 这个地方出入小马 小马PC 口令 口令怎么敲 12345678 前两天我做过一个 这个2018年最弱口令排名 排名第一的口令是什么 就是我现在敲的这个 12345678 您要是真的安装 可千万别这么敲 好 那再下一步 哦 这是说选您的市区 坏了 我暴露了 我在东京 那咱就东京 没关系 下一步 然后这是选择 咱们安装目标盘 咱就这个盘 没问题 安装到此 OK 开始安装 这有一个高级 这个不管了 咱们就简单 咱们算是新手入门 好 开始安装 让我看 是否准备安装 选择继续 是这样 这有个挂载点 他怕咱丢失数据 让咱做备份 咱没关系 因为我是新建的虚拟机 咱们就此安装 Let's go 安装失败 我看这为什么 这是国产虚拟机 怎么给咱个下马位 跟咱们说